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罗大人 金業總會這個倡議是我提出的 丁某自然有把握 將你的倡議切實執行, 推移廣致 我們金家在長安營商百年 堪稱天下第一金 對於會長一職 民府亦深信便能應付治愈 二夫人經驗豐富, 會進一職, 勝任有餘 周圍龍頭, 鑑金號當之無愧 身某論才幹, 論魄力都不及二夫人 新老闆太客氣了 對了…做得四大金號老闆 已非等閒之輩 何況堂堂男子, 你已經肩負重責 但凡要職, 有能者居之 丁老闆不需要深存男女之別 你…其實無論是鑑金號也好 麥理號也好, 還是錦燦號也好 一兩人在長安見樹良多 而丁老闆雖然是初離報到 但是他的頂峰號也做得有聲有色 所以以本官所見 四位都是言能進結 可惜會長只能得一個 我丁為喜平日凡事讓人三分 但是對於會長一職 我確是志在必得 對於會長一職, 我亦不容有失 羅大人, 先夫在生之時 早就有心團結金業 令大小金號和諧共處昌盛繁榮 今天民府若得此機遇 就可以完成先夫的遺願 定當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羅大人, 丁某自從接管家族組業 就決心要令金業興隆永唱 要領導同行共享繁華 今天丁某不惜舉家千來長安 就是決心要在長安落地生根 為長安城的同業盡我所能 出一分力, 發一分光 好…有競爭才有進步 難得二夫人和丁老闆意不容辭 我想無論哪位做會長 都一定會令長安城的金業百花齊放 興隆昌盛 我答應大家 在這段日子會仔細參場, 審慎考慮 下個月初十 才會選出首任的金業總會會長 我再尚程朝廷予以批示 好, 大少爺 大少爺 幹什麼?眼眶眶眶頭, 惡惡在這裡 找什麼? 我有些事想問三少爺 不用讓人問三少爺 問我也行, 問吧 大少爺 你知不知道陳老爺的風六壽三星 下面是否加個底座呢? 那何夫人的女金莊鏡台呢 究竟是想畫雙魚還是畫某單? 那張大人和劉老闆他們… 大哥 阿兄 三少爺 這裡就是陳老爺、何夫人 張大人和劉老闆的做單 圖則已經落實了, 簽了紙 你拿去跟著做就行了 知道, 三少爺 大家沒事不明白嗎? 好, 以後什麼老爺夫人的草紋 就交給三弟跟頭跟尾了嗎? 金牌近身宮廷貴人交給我吧 銀明姐, 看什麼? 我想買些金屁送給公公 學她對食之喜 我知道, 公公沒得娶妻 若然討得主子歡喜 就可以要求跟心儀的宮女相對吃飯 從此有個家, 有個盤, 有個安慰 你真是明白 今天有什麼是適合用來送禮的? 有 女金鴛鴦備, 一疏疏到尾 可人百番齊味就最適合了 成為二十兩 不錯…給你優惠吧 行, 你開口 就十八兩, 十八十八, 好彩頭 老實是是公主近身 你比二兩這麼少便宜 說出去公主還有面子? 一口價, 十兩呢? 一口, 像獅子開大口多點 那你給不給面子公主? 你順便幫我蓋兩個印 就算我便宜給你十兩 還是蓋一個印, 何來兩個? 原價是二十兩, 即是兩個印 之後你便宜給我的十兩 關什麼事? 快點幫我搞定它 公主等著我去時候 那你回去也行 其實印章紙上已經寫得很清楚 折扣與印章優惠 不可以同時使用 更何況女金鴛鴦備, 明碼實價 又是銀營姐你選擇另一種 麻煩, 我不買 阿謙, 整個長安城 又不是你們一間金舖 是 三少爺 不用做嗎? 是的, 大少爺 這位夥記, 你認不認得我? 我昨天在這裡買金是你招呼我的 是呀, 沒錯 那你真的可以證明 我這件金器是在你這裡買的? 是的 什麼?你們的金是假的 公子, 你別亂說話 阿二, 這位公子 有什麼請上二樓坐下來慢慢談 怎麼了?心虛嗎? 怕我洋出去說你們鑑金號賣假金? 當然不是 可以亂吃, 話不能亂說 我們天下第一金這個牌片 並不是落得虛名 你不可以生安白做, 胡言亂語 我二叔公說你們的金 成色不夠是假金 這是二叔公 什麼二叔公這麼厲害? 二叔公說話一定是對的 他說話一定是對的 他開智庫幫人典當 他看事不會看錯的 我就說他看錯 你敢叫他來三口六明說清楚 大哥 這位公子, 我就是這裡的話事人 我想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不如請上二樓我們再談吧 如果那些金證實是有問題的 我們鑑金號一定會照價收回 我為什麼要跟你上二樓? 你們上人多虧人少 如果公子是不願意的 不如直接報官 等官老爺來處理 那就萬事公穩公正 好, 上二樓就上二樓 這邊請 請 各位, 不好意思 大家隨便繼續看看 這一塊就是試金石 這一排就是不同成色的金條 只要把你所謂的假金 畫在試金石上面 再跟金條成色比對 就馬上知道真偽 七青, 八王, 九子, 十尺 全部都在齊 那開始測試吧 這條是赤金 九子, 七青 這條是運用同成分的金條 成色一模一樣, 那就是假金 成色的確有問題 大利叔, 給我看清楚一點 上面的鑑金號的印鑑是不是真的 謝謝 的確是我們鑑金 我都說是假金 公子, 不好意思 當中一定是出了一些差錯 這次是我們不對 為了補償你的損失 我們會賠回十倍銀兩給你 你想怎麼樣? 想用銀兩掩著我的嘴巴 讓你們繼續買假金 繼續騙神騙鬼嗎? 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這件事我們一定會徹查的 從有什麼好查? 一句都說了, 賊喊捉賊 如果你真是賊喊捉賊 就不用叫你上來 做常打冷風, 自揭倉疤 我們鑑金號絕對不會賣假金 一定是被奸人所害 最奸就是你們的鑑金號 好, 既然你口口聲聲說 我們全心詐騙, 那報官吧 好, 報官 現在就去 大爺沒你們這麼空 好, 我就給你們機會去查清楚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 謝謝你, 我們送公子出去 公子請 沒理由 我們鑑金號怎麼會賣假金 是啊 為什麼? 工場一向都是大力叔來看的 沒理由這麼論準鑑 是啊, 我想也想不通 爸, 過通了 鑑金號出現假金,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工場有內鬼 假金不奇 但是連款都無法放得十足十 能夠以假亂真的 就只有大力叔這麼有本事 大少,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沒有, 我只是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我大力叔做了這麼久 我為什麼要做些事出來 對不起鑑金號 有此事得鬼推磨 我嘛, 前一陣子聽說你等錢花吧 當然不等 鑑金號第一天開張 就有我大力叔在這兒 我對得人拜得神 我怎麼也會做出 對不起鑑金號的事 那…這麼怒吵 是不是讓我說中 惡人先告獎呢? 好, 大少爺 我最討厭被人怨禮 小時候被一個賣魚佬 怨禮我偷錢, 還要我去遊街 那時候我就跟自己說 我這輩子不可以再被人怨禮 我這麼多年來 對鑑金號報心報命 最後就是因為你, 敢來冤枉我 大聲不是代表有道理的 是, 我這種慶恩的粗人 是不會說道理 我唯一可以做的, 不是說 是做, 什麼都做得出來 大叔 大叔, 大叔, 你傻子 放手, 你不相信我 我只有一死一次精白, 放手 放手 大叔, 你敢來冤枉我 我唯一你, 人妻 大力叔, 有事慢慢說 來人 放手, 放手 放手 大力叔, 你做什麼事無故跳樓? 大少爺是我 煩點鑑金為我做了你的 我唯一一死以事才能 唯一 我只敢說說 我又想到他這麼認真的 大力叔, 你先進來吧 不回 大叔, 你就這樣跳下去死了 豈不是更加死無對證 是呀, 你聽三少爺話進來吧 二夫人相信你 三少爺也相信你 你相信我就行了 來… 我都沒有說是你 不用這麼大反應 大力叔… 大力叔… 娘, 算了, 大哥他也有時勞忙 只怕有人雲水摸魚 全心誣衊我減金號之名 不知道會不會是和娘 你競逐金業會長的時候有關 謝謝各位這麼賞臉 隨便喜快, 別客氣 謝謝… 說起打亂窩 當中大有學問 下的配料要先後有序 先下肉片, 一邊是譚紹風生 一邊是看著肉片熟味 這些就是譚紹用兵 高見… 還要一眼關七 本官這個少府鑑 一點也不容易做 既要一眼關七 還要二聽八方 對於鑑金號的假金事件 本官早有所聞 對, 這件事對鑑金號影響深遠 二夫人, 你真的要徹查清楚 我一定會 會不會是二夫人你得罪了什麼人 要全心陷害 又或者是內鬼所為 二夫人, 你可有頭緒 這件事我相信是有人全心陷害 至於是有內鬼還是外人所為 我也還有保留 據我說, 與其大海撈針 倒不如找出重點收窄範圍 樹大招風, 二夫人小心 其實以二夫人的財幹 怎麼會這麼輕易被外人有機可乘 最有可能的就是有人賊喊捉賊 我說過要完成先夫的遺願 團結長安金業 又怎會在這個時候 知法犯法, 利欲分心 損毀鑑金號的聲譽 分明是有人怕我眾望所歸 全心搞事, 無風起浪就真 你沒在此指喪罵懷 是有人作賊心虛吧 不用一路單單打打 我頂封號是靠實力的 不會做旁門左道的 我丁財旺 用什麼找人來害你這麼低三下四 低三下四的事, 你做得少嗎 假金事件我肯定沒做過 是…兩位稍安無躁 總之就清者自清 大人, 是他先挑起火頭 我丁財旺, 頭頂天腳踏地 縱使得一粒池固定 我也敢用它來做證 若然我有用假金來陷害你鑑金號 保佑我絕子絕孫 那鬼神的事從來信則有 不信則無 麥母, 你… 大家同行, 免相和氣… 免相和氣 凡事都講求證據 假金事件本官也不想罵大 若然真的要秉公辦理 就要尚程皇上 到時對長安金業影響多大 就難以估計了 是, 大人 這樣吧, 本官暫時把這件事 交由義夫人去解決 但你記住 鑑金號是天下第一金 若然你也沒辦法證明自己的清白 鑑金號就沒辦法在長安立足了 文府一定會盡快查明真相 為鑑金號還一個清白 好, 若有人想破壞天下第一金的聲願 本官一樣要他在長安無蠟追之地 今晚一頓暖, 吃了半隻骨 幸好回來就有夫人跟我共吃 今天十五, 我只是吃一碗素麵 現在害時已過, 我陪你再吃一碗 你沒做過嘛 那個丁來氣當著這麼多人面前冤枉我 真的越想越激氣 反正你還沒想到對付鑑金號 如果有人出手就省下精神 不是說我承認, 假金條橋我也想得到 不過被人先走一步 你說哪一個像我這麼足智多謀 真是想回一回他, 大家交流心得 那就放長雙眼, 看丁來氣怎麼死 是活該的 一聽到羅大人說要選會長 就利欲分心, 飛撲近身 哪有辦法 誰見你不夠他這麼無恥 還偶爾搬個先夫出來 什麼奉先夫之命, 什麼先夫為縣 先夫…值得他才有先夫? 他早上我有的時候 我還可以說他比他還要激昂 我還可以說我先夫生前他… 我還生歐歐的 不好意思, 老爺 吃雞肥鼓, 來… 我夠了 這樣嗎? 那這些留給有為做宵夜 剩下彼翼雙飛, 兒子夠不夠吃? 夠了, 還有人心煲雞 是, 又湯又有菜 兒子應該夠吃了 姑娘, 廚片看 這對手鏈、手額也很漂亮 姑娘, 這對竹台很精緻 竹台?死人才用的 我想選一件送給公公兌食之用 兌食是喜事 那對孔雀碗有多少銀兩? 十兩 十兩? 要不要嗎?九兩給你了 你現在給十一兩我都不賣 因為這裡的碗已經有人訂了 訂了?有沒有這麼巧? 老闆, 我來拿一對孔雀碗 好… 還沒包? 什麼是你? 包他了… 不過剛才的姑娘要拿來看 原來銀萍姑娘你也想要 果然夠眼光, 不過就遲來一步 老闆, 這裡十兩, 麻煩你點算一下 多… 原來你也沒給人拿下訂 我先頭不夠銀兩, 先回銀號拿 我跟老闆說我就是了 一落千金嘛 口講無憑 我牙齒當金洗 也是空海公報嗎? 你也沒道理 那不如價高借得吧 好, 十一兩 我十五兩 十六兩 我二十兩 二十兩買的也可以 不行 怎麼樣?暗暗沉沉的, 開不開價 買不起就不要勉強 看看, 碗逐不可耐 我又不用買了 那給回來了 給就給… 你打破一隻碗 我明明擺好處是你, 沒摺到 你擺好處是你, 你快點賠 姑娘, 明明是你放得不好處 打破一隻碗 你再不買就帶你劍夫婦 你說什麼? 不能報官的 這位姑娘不見得光的 你… 那報不報官, 你自己作主 丁有為, 你真厲害 二十兩而已 我又不是給不起, 給就給了 謝謝 怎麼走衰遺 芯兒? 不知道是我幸運還是你不幸運 怎麼樣…大王姐 我們是不是賺很多錢? 賺什麼? 超陽連累我們沒有了一年俸錄 然後又不肯和來 弄得我們去本無歸 這次這筆錢都是幫補一下 這次我拿了所有首飾出來 打證的記號是二賣籌款 鎮濟災民 我最怕是不能回本 行了… 這次賣首飾總共籌得一百萬兩 一百萬兩… 這麼多? 我已經跟朱老闆說好了 籌回來的二十萬兩 就會幫他買倉底的米粹來鎮災 其餘的八十萬兩 就我們四個人平溫攤分吧 好啊 大王姐,這一招真的值得 一家便宜,三家雀 我們可以賺大錢 朱老闆也可以升貨 專門有米吃 米粹也是米粹 這次我們做了大善人 既可以賺錢又可以做善事 如果父王知道我們這麼菩薩心腸的話 說不定會對我們大家讚賞有所上次 三公主駕到 怎麼這麼人齊 昭陽,你來這裡幹什麼? 何解做善事也不如我 你們的如意算盤打得這麼響 我真的要好好向幾位王姐和妹學習 不過,小心百物一疏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銀拼 是,你說如果有人 假設父王之名做善事 實質中飽私囊從中取利 那會有什麼後果? 器官犯上,罪當處盞 你別胡說,我們沒有中飽私囊 是呀 我又沒有說你們,你們承認嗎? 你不用在這裡繞彎,有話直說 我跟你說 這次我們鎮災就是明正言順的 你不用在這裡裝兇作勢 以你的皮勝,你有證據的話 早就敲響銅鑼到處張揚告知崔太妃 你還會來這裡通知我們? 大王者英明 我們還要為善事籌謀 算我們無限招呼三王妹你了,請 不要相干 既然大王者你這麼忙 那超陽就直接去找父王 我相信父王也很想見一見 這位大善人,朱老闆 別以為自己機關算準 我都說你百物一疏 做大事就不要找女兒家 去跟朱老闆傾談見面 還要是公平,實在很惹人注目 是不是?芯兒 二王者 你賣了這麼多珠寶首飾 一定賣了很多銀兩了吧 達官貴人,知道公主易賣 一定是吹之若武,爭相勁頭 相信籌到的善款一定是大豐收吧 我不知道,我真的想幫災民 幫?怎麼幫? 對了,你們想派米吧 但是朱老闆的米好嗎? 好,公主 朱老闆的貨倉有大量賤價米稅 又便宜又貨源充足 高價賣首飾,賤價米稅 果然很計謀 是不是?二王者 我不知道,你問他們 四皇妹、五皇妹 是不是? 我想起有事跟駙馬談 先行回府 我突然很不舒服 失陪了 我也頭暈了,先失陪了 超陽,你到底想怎麼樣? 大王者你想做善事積福立德 超陽也是一心想幫大王者 出了分力 你想幫我? 當然,做善事我超陽當仁不約 你就把二賣所得的銀量 全數交給我去買上等白米 由我親自找人派去給災民 你說什麼? 你聽不懂嗎? 好,那我就找朱老闆去見府王 銀平,我們入宮津見府王 等等 怎麼樣? 這裡一百萬兩,拿去,沒多沒少 本公主要代些災民 謝謝大公主 你別這樣了 超陽也是想幫你積福 銀平,走吧 是,公主 我這麼晚約我出來 大公主有事吩咐草民嗎? 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大公主嗎? 快點 拜見大公主 三公主到底給了什麼好處 你竟敢出賣半公主 把我們的時華盤托出 大公主誤會了,草民沒有… 給我打這個刁民 大公主 大公主,草民真的沒見過三公主 你說沒有? 草民剛剛是孽祖回來 本來有機會見過三公主 我把草民還沒扔 大公主 可惡 這次竟然中了超陽的詭計 草民對大公主忠徵不義 絕對不會出賣大公主 再替我狠狠地打 以洩我心頭之痕 是 公主 我已經照你吩咐 將一百萬兩交給公主府城處理 將大人買好白米去救兒子栽民 做得好 幸好公主英明 不讓大公主他們利用籌款之名 鍾爆私囊 也是因為你 查到姓朱的突然風光 還暗中將一隻全倉不去的米碎 入袋上船,準備扶運 純藤摸瓜 我就已經知道大王者的計謀 那也要公主你毅高人膽大 使計令大公主他們不打自招 幸好這次及時阻止 若然讓父王知道 這些有肉國體的事 必然充罰幾位王者、王妹 到時大唐公主之名更加不堪 但大公主他們一定會以為 你全心針對 懷恨在心自己報復 反正他們一直看不順眼 有沒有這件事都是一樣的 況且我有你 公主你放心 有我這個錦鳳朝皇左右護法太妃 如此金牌更新保護你 任何人都憂想相理一分一好 謝謝公主 大人請查 早問丁財旺 民府米仁慈 參見羅大人 丁老闆、丁夫人 羅大人 還差麥老闆和二夫人就人齊了 不知道羅大人匆匆叫我們來 所謂何事? 是關於鑑金號賣假金的事 二夫人說查到頭緒 所以請本官約齊三大金號的老闆 一起商討 他…查到什麼? 這一層本官還不知道 丁老闆這麼緊張 好像很想知道娘查到什麼 你說他是很想還是很怕 還是有人作賊心虛? 別含血噴人 我丁財旺行得正,站得正 真金不怕紅爐火 丁老闆好像說錯了 是嗎? 真金怎麼會不怕火?會消融的 是假東西才不怕的 那應該是假金不怕紅爐火 又或者是假星星,假仁假義 那你們算怎麼樣? 單單打打,陰陰濕濕的 你們聖金有沒有家教? 我們確實是比他有家教的 對,我們的娘還在這裡 天天教,時事教,刻刻教 但是人家沒那麼幸運 爹娘死了,沒人教 是你… 浪大人… 夠了…你們無需爭拗 等二夫人來到就一清二楚 那… 算了…我們別跟小人一般見識 娘,二娘 文婦丁來喜參見羅大人 二夫人,你來得正好 是不是已經查出 誰陷害鑑金號呢? 各位,關於賣假金一事 我已經找到真憑實據 的確是有人居心叨測 全心陷害我們鑑金號 娘,那你就要當著羅大人 面子指證他吧 請羅大人將他判罪收監 可以亂說 說話不可以亂說 你是有證有句才好 我約得大家來 當然有十足把握,十足證據 有什麼證據就拿出來 別只說口說,冤枉好人 你別再砌詞無憾,冤枉無辜 我丁來喜,向天發誓 若然我有冤枉好人 就人頭落地 不是,羅大人 應該是說我敢用我們金家上下 所有人的性命來擔保 我不會冤枉錯人 用假金色陷害我們鑑金號的人 就是你 你… 借過吧,我不是說你 是說你後面那個 二夫人,你說什麼?問某不明白 我本來也很不明白 你口口聲聲說我先夫有恩於你 那個恩是什麼?我想搞清楚 於是就查過究竟 原來當年你製造假金,混水摸魚 後來被揭發,遭同行排斥 家道中落,我先夫一番好意 接濟你一家 還替你重張旗鼓 想不到你死不悔改,從屍顧忌 還要恩將仇報,陷我鑑金號於不宜 好… 沒錯,當年我連笑無知 凡此過錯 但是不代表我又終身大罪 更加不代表這件事是我做 你堂堂一個大老闆 又何須親自下手 你找莫二輝做就行了 莫二輝當天在鑑金號鬧事 曾經說過,是他二叔公 教他辯別純金真偽 我二叔公說你們的金 成色不夠是假金 你這個二叔公並非他人就是你 莫二輝早前為了成親四出酬錢 後來跟鄉里說 幸好遇到你這個二叔公大協 才有一股橫財比禮金 好笑,我接濟遠房親戚有什麼錯 這樣證明了什麼? 阿輝殺人不放火,是不是有關我事? 二夫人,怪人有理 凡事都說證據 你無必在此無敵放肆,含無於不宜 羅大人,你千萬別相信他 二夫人,你可有憑證 剛才我遲來,就是去到頭拿證據 我派人連夜兼程去山西查探 終於讓我找到你 在山西找人偽造的鑑金號印帽 有圖有單 還有你金號給銀標做證 你不敢在長安找人造帽 所以暗中派個同鄉去山西找人造 你還跟同鄉說 一旦你當了金會會長 就可以欺上門下,可以過河濕腳 要多少有多少 你這個心腸這麼大毒 如果讓你當了會長 長安的金業就一定會被你搞垮 你這個真壞人 你對我老爺差點吃東西的死貓 現在莊莊健健,證據確鑿 你還有什麼解釋? 聖旺拜寇,我沒什麼要解釋 你最笨 同行與敵國幫敵人 就是搬救石頭砍自己的雙腳 這麼笨的人哪有資格做金業的領頭 你們鑑金號有金人,是混 我們物理號不是輸實力,是輸運數 我明明財資過人 有什麼理由要被你這個女人騎著 你也算心謀怨慮 一旦被你奸計得逞 你就可以一箭雙雕 我們鑑金號既背上賣假金的污名 鼎豐號又背上假金害人的嫌疑 到時你就成勢而上 從此長安金業就為你獨尊 簡直是癡心妄想,自骨罰目 我們長安金業 絕對不會容納你那些喪心病狂的人 來人,將此人拿下 交予知府審查法辦 是… 我只是長安金業的龍頭大哥 你全部都用在,用在 義夫人,果然有本事 終於還鑑金號一個清白 本官實在佩服佩服 羅大人言重 剛才見你指著我 我還以為你想冒陷我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 是你自己心虛 整個場安城 跟我們金家恩仇最深的 就是你們丁家 你們丁家表面燒騎騎,用來放毒蛇 難怪我們牙頭會招向你們 我們走得正站站,沒怕過嗎? 你們剛剛又這麼怕? 二夫人,有一點本官實在不明白 人人都覺得丁老闆嫌疑最大 何以你另有他想呢? 因為就憑他一句話 什麼說話? 還說你孤寒利毒,陰濕奸罩 為你試圖收入毒? 好吧,不要踩踩踩踩 我只是想說清楚 無論你對人多假,多壞也好 天下奸唯獨有一個人 你對他一定是全心全意 只求付出,不問回報 在說我是不是? 是你們的兒子,丁有為 在羅大人宴請暖窩那晚 你氣上心頭,為表清白 竟然敢拿兒子的命來發毒勢 若然我有用假金陷害你監禁號 保佑我絕子絕孫 就憑你這句話 我就相信這件事不是你做的 當然,兒子是我們的心肝命定 二夫人,你果然心勢如塵,見味知著 二夫人不但剔透玲瓏 還深思慎密,目光如懼 而且是非分清,黑白分明 既然兩大金號都這麼讚賞你 我就把你的名字交上朝廷 推舉你為金會的會長 有勞羅大人 謝羅大人 二夫人,你果然當仁不讓 三弟,這就是實至名歸吧 正所謂風吹不動泰山,雨打不彎青蟲 一謝祖先保佑子孫根深妙狀 無懼奸人無憾 二謝祖先保佑二家嫂 能夠成為金會的會長 老爺,但願來喜能夠完成你的心願 想過這住向 我們金家就越來越強 災無巨雨打風霜 麻麻兒兩有福響有福響 最好金家有幾棵幼年總成長 多福多露三年抱兩 我喝了多數碗酸失寶茶 麻麻兒燒花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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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皮肩肉厚 沒理由臉皮那麼薄 你看看,四爺都笑了你 好…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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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笑,不過我不是笑三笑你 是他們說笑而已 恩怨的事,急不來的 是呀,媳婦,你陪我去寶陀山橫臣 順道拜越露廟 希望越露對阿多受多點關照 媳婦,那你就要幫我照顧頭家 你們三兄弟就替我照顧店 好了,由你們獨挑大娘 那你們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放心吧,麻麻 我們兄弟同心,賣了金 麻麻放心,我們兄弟同心 祈你們金 朱記的元寶,什麼味道都有 吃多少都沒問題,今天我做冬 我吃五斤要很多錢 難得你今天放假 不過你吃完就要陪我去 麗瑩? 麗瑩 銀萍 我這位是我的朋友,紅四德 每個人都叫我阿四,麗瑩姐 阿四 麗瑩是我以前在宮中的好姐妹 不過兩年前宮中放陰 麗瑩就恩准出宮 放陰,即是什麼 放陰是宮中規矩 假如那年過運欠佳 皇上就會選一些時辰八字 合適的宮女提早離宮 因為男主陽,女主陰 期望陰需而陽轉成 那郭韻就會被極太久了 原來宮中那麼多學問 是呀,眨眼裡 阿里瑩,你已經出宮了一年了 你別來無恙嘛 你找到婆家沒有? 本來就有,現在就沒有了 為什麼? 我臨成親之前,她走了 走了?去了哪裡? 你可不可以去找她? 我們幫忙找吧 不用了,現在大家都在找她 莫爾輝? 是呀,原來她是騙子 之前鑑金號的假金案 就是她做的 幸好你們還沒行禮 不然哭也無謂 那下次你要小心點 不要找不合法的師妹 我沒有,我每天都找姑妹 打算有保證 誰知道千柬萬柬就選了個通緝犯 官妹? 你說的是否身上任那個姓丁的官妹 我還有另一個嗎? 阿四,元寶可以晚點再吃 不過有些事一定要今天做,今天要 查個戶籍吧 這對新人並無通分紀錄 亦無犯罪前科,二人身家清白 一個愛琴棋,一個愛書畫 簡直天作之下 是呀,大人 合該有事就真的 阿欣,一個只顧著寫畫 一個只顧著彈琴 兩夫妻豈不是老死不相枉環 丁大人,你怎麼做官媒的? 朝廷對官媒配分設有守則 本官只是依法行事 又而銀萍姑娘對本官任官媒 存有任何質疑 大可尚書朝廷,再由皇上定奪 你以為我不敢? 豈敢,銀萍姑娘敢作敢為 本官一早見識 銀萍,別吵了,先進正題 是呀,我姐妹找你做媒 想配分,請取牌號 大人,不過今天的牌號已經派完了 況且我們官衙至時開有時關 如今正正有時,請回 我請你們回歸 你今天不搞我姐妹的事 你們全部不能下班 到底有什麼事? 我還沒說,你當然不知道有什麼事 作為父母官 你應該做到細心聆聽,耐心幫忙 不如讓我幫你說 不然我不知道你何時進入正題 當事人全名,麻煩你 小女子何麗凝 不用找了,麗凝是長安人士 一個月前經理拉洪倩 選了莫爾輝做夫君 查禮都收了 誰知道莫爾輝,凡事遠走,音信全無 大人,何麗凝和莫爾輝的文書在此 他們無論年齡家境學識 喜好揚麻也十分匹配 由點配到絕城 過程都按部就班,並無錯漏 他是通緝犯 早前拿一件假金,他敲債假金號 之前查過他清清白白 如今成為通緝犯 也並非本官,預料得倒極 你不僅是失心風,簡直是無音功 通緝犯背歸女 根本就是門不當戶不對 這樣吧…麗凝姑娘 你明天早點來拿牌號 讓本官幫你按程序 取消原先的婚約 然後再幫你重新配對 慢著 跟千載百年,也會順手若細 愛到底,此今見著萬世 就算千金不可賣愉快的美夢 開心都可感染 艷陽照片清風都亂,水也是甜 就算飛出天邊離合百千篇 閉上眼許個願 還是有個降落點再遇見